政府擴大第三針的接種安排 在6個月前已經打兩劑科興的市民 無論是否屬於優先群組 下星期二開始可以打第三針 政府發言人說 早前為特定群組優先打第三針的安排 運作暢順 在蘋果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和疫苗接種站的接種能力 和服務需求之後 決定擴大接種安排 給更多合資格的市民接種 加強保護力 市民下星期二可以先到網站預約 或者到疫苗接種中心領取即日酒 至於已經接種能劑服必泰的人士 目前仍然會安排長者、醫護 和跨境運輸人員等較高風險人士 先打第三針